千古名城卢州 有美酒更有美食 长江边上的锅锅叶 赤水河畔的豆花烤鱼 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冷串串 猪尔巴 炸土豆 这里的夜市小吃 美味又实惠 河江荔枝有哪些说法 一碗肉丝面 如何抚慰烦人心 欢迎收看中国夜市全攻略卢州 卢州古城江阳 位于四川省东南部 也被称为九城江城 潺潺流水 滋养着这片古老 又充满生机的土地 驼江弯弯向南流 流到长江去看一看 在长江和驼江交汇的地方 有一座千年的古城 这就是卢州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来卢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小燕子 来做我们的美食巷的 小燕子你好 默默你好 欢迎来卢州 这卢州呀 你可是来对了 因为我们卢州既是山城 也是水城 长江在这里呀 是蜿蜒而过 这里呀可是吃货们的天堂 这里的烟火气息 非常的浓厚 承载着长江文化 马途文化 还有景文化 我们这里的美食呀 可以说是一个月 都不成样哦 你说的我都等不及了 我们赶紧下船吧 走吧 小燕子说 品尝卢州的美食 要从水井沟美食街开始 这里是卢州最早的商圈 美食众多 基本都以小摊为主 有很多卢州人怀念的老味道 妈妈我还带你去吃一家 我多说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点点香 就是这家啦 就是串串啊 对这个串串 我们平时看的串串的话 就是越有一些些不同 我必须要推荐你是这个 哪个 豆腐鱼 那就是豆腐鱼 你说豆腐鱼啊 我以为是豆腐 要么是鱼对吧 这既不是豆腐也没有鱼 这既不是豆腐也没有鱼的串串 到底是什么 仔细一看 中间是萝卜丝 外面是一层白菜 这个吃法还真特别 面前的这两盆蜜料 可是串串的灵魂 一盆麻辣味 一盆酸辣味 天哪 是不是很诱人 串串在蜜料里一转 立刻就让人食欲大开 那到底占了酸辣蜜料的豆腐鱼 是什么味道呢 一定要尝一下这个豆腐鱼 好吃啊 这两天天特别的热 我觉得一吃酸 就会感觉到一下子清爽了许多 对对 很爽口 很爽口的 而且它这个酸的话 它酸话是特别特别的足 感觉那个味道是一股脑的 就冲到你脑门了 那个酸味有没有 吃完了串串 那接下来肯定少不了一顿小烧烤了 对 这个是无肉不欢 哇 你看全是 有没有很有这个食欲啊 这个 这个是 五花肉 猪皮 鸭掌 鸡爪 猪天蹄 粉肠 肉串 你想吃的肉应有尽有 这个我认识 你居然是这个 我认识 应该是我们四川这边 然后爱吃生蜂就特别喜欢那一道 这个在猪身上只有那么两肝 它在哪里 鼻梁筋 这个味道很独特 对吧 对 它肉质非常的有韧性 四则诱人 香不耳扑鼻 实在等不及了 在烤架上烤着热乎 就可以开吃了 就是这个吃上好的味道 真的是很够味 非常的入味 尝一下这家 这家 别光顾着吃肉 这家的土豆 一定要尝一尝 这个味道我喜欢 因为这个土豆 里面真的非常软烂 非常的沙 非常嫩糯的那种 它是有酸 有甜 有辣 对 感觉是人生百味 都在这个土豆当中了 好吃这个 这个好吃呀 来了四川 火锅一定要吃上一顿 卢州的火锅有什么特色呢 萌萌 既然来了四川 怎么能不吃一顿麻辣火锅呢 麻辣火锅的这个锅底 应该是红红火火 满是辣椒才对 我看这个锅底是清汤的 别急 马上给你安排 这个火锅和四川其他那个火锅 之前吃的那个牛油火锅 就不太一样 对 这是青油火锅 区别于牛油火锅 使用的动物油 这种锅底用的是菜籽油 开锅后就会有一股清香 而这蘸料也少不了 上面的这一层青油 对了 我还点了一档霸汐的菜 来我们比划一下吧 它可真的有一米长 一米牛肉到底有多长 我们俩的小笔加起来 够不着 对 都没那么长 一米牛肉取自当地的黄牛肉 足足有一斤肉 它跟我之前吃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四川火锅 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能吃到一股清香 对 青花香的香味 对吧 对 就是还有它那个菜籽油的清香 会觉得不厚重 不单单是一米霸气牛肉 用三十只鲜虾 现场手锤一百二十下做出来的虾滑 仪式感十足 而当地的名小吃黄巴 糯米被凉姜叶包裹 味道香糯 你看 那家店特别热闹 你猜一下是什么店 现在十一点多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烧烤之类的吧 不是 能吃一家面馆 大晚上来吃面 这么晚了 还这么多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面食如此美味 睡前也要来一晚 小店门前坐满了深夜 吸着面条的时刻 脸上写着两个字 满足 老板 两个一两肉丝面 要吃肉丝面 对 要最出名的就是肉丝面 八块钱 八块钱也两 所以你们会把这个面条当宵夜 会啊 怎么不会啊 你没试过 你不是芦州人 不是 那你不懂 让记者不懂的面条 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碗面条实在太让人期待了 没有很忧惑 上面是这个满满的肉丝 肉丝 对 哇 一股香味啊 迎面扑鼻 光闻这个香味就让人食欲打开 实在太香了 忍不住赶紧来一筷子 像这个面条我觉得就很好吃 因为其实 你看它上面有很多辣椒 如果吃多了可能会有点腻 但是这个碱水面这个味道 有足度的碱香 对对对 它会去解这个腻 刘三姐肉丝面 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 每天中午现炒的肉丝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 现在人在这炒肉啊 我们在外面都闻着好香啊 这里的师傅每天中午都要炒制当天用的肉丝 两大盆肥肉 两大盆腱子肉 每天三十多斤 这白白的满满的一大盆就是猪肥肉 要先入锅煸出油 再倒入瘦肉丝炒制 炒制到表面微微焦黄 加入酱油等调料翻炒 肥瘦相间 肉香十足 辣椒 一勺辣椒 一勺豆油 一勺葱花 再加一勺芽菜 一大勺骨汤 最后还要放入小半勺猪股炸出的猪油 难怪这碗肉丝面这么香 再盛入面条 铺上肉丝 一碗肉丝面就可以上桌了 这旁边后面有好多人 你看在这把酒言欢 就很有这种烟火气 烟火气 很有这种事情 如今这家小店在这条老街上已经快四十年了 而四十年前老板娘刘三姐还在跑出租 我还开着车子车的 您开车子车的 对啊 就是我刚刚出租车的时候 我也是 尤其是手关的意思 那时的刘三姐一直渴望开一家面馆 二十一岁六年终于梦想成真 一时到零点 两点 两点 它确实很辛苦 那怎么能够坚持这样 哎呀 生活嘛 必须要坚持 一不过那个生活增加负担 是不是 自己争钱 自己养活自己 一碗肉丝面见证了岁月变迁 而不变的是刘三姐不慈辛劳 乐观坚强的人生态度 食客们也在这碗面里品味着人生 每天上午 烧烤店的老板王健都要亲自去市场上选肉 这个就是说 平时如果是还肥点的那种 我还肥点的 我都一丁手 为了采购到合适的食材 王老板一上午往往要跑好几个市场 采购好食材到店里也要中午十二点 这家烧烤店的一天也就开始了 我84年了 84年 有人说我是七几年 最最夸张的一个说我 故事多了 烤大肠 烤肉 烤排骨 在烤架上滋拉作响 而王老板最得意的可不是这些烤肉 而是这道菜 又爱又恨的美味 这不是一般的烤串 它不是烤串 它是生牛肉 这是生的蟹子 对 这个是生的牛肉 里面还有一些神秘的调料 都不清楚什么味道 感受一下吧 我太爱这个味道了 因为当中它有一种味道可能会让好多人流眼泪的味道 芥末 味道那种双烤味 就很香 对对对 吃完了这个之后 我现在感觉我的嘴巴在跳舞 就有点麻麻的 鸡爪子在火上烤制到表皮微焦 抹上一层油后 要再放入蜜质辣椒料中 涂得满满的 看着红红火火 但其实并不是特别浪 这是老板精挑细选调配的独家密调 随后要再放到火上烤制 并抹上一层油烤制十分钟 你刚才一掰 你能看到刚才那个非常有弹性的里面的那个筋对吧 已经崩开了 还有我觉得这个鸡爪子 它的那个鸡皮很有韧劲 对对对 到底为什么鸡爪从表皮到里面的筋都可以这么Q弹呢 第二天老板向记者展示了鸡爪弹牙的秘密 先要浸泡 把里面的血水这些浸泡出来 要泡多长时间 一般的话我们晚上泡的话到第二天 基本上就是十个小时左右 十个小时 将血水泡出的同时还能去掉鸡爪子的腥味 浸泡好的鸡爪剪掉支架后 要放入沸水中焯水 放入葱姜 随后加入白酒 王老板认为白酒去腥效果更猛烈 随后就是老板不曾告诉任何人的秘密 从沸水中取鸡爪子 要迅速放入冰水中 快速地让这个鸡肉收缩 皮吃起来才会抠弹一点 从热水里面到冰块里面 它那个皮会瞬间地收缩 对 难怪王老板烤的鸡爪从里到外都是那么Q弹 这一步是王老板与鸡爪的约定 而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有这里的烤排骨 烤红枣 尤其是这个烤牛胸标 就是你看着 它好像是一块那种肥肥的肥肉 但是它好有嚼劲 是的 它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 能听到我嘴巴里面 有那种嘎嘣的声音吗 很脆的 很脆的 与嚼劲十足的烤牛胸标相比 这个猪盖板肉竟然烤出了完全不同的口感 里面就是有一股水 它会爆汁的那种是不是 对 而且进到嘴巴里面去 你稍微一嚼你就觉得它会化掉 对 对吧 竟然吃肉能吃出了一种水润的感觉 如此了解每一种食材的老板 其实入行做美食才三年 之前是做关于头发 做头 剪头发 理发 理发 对对对 您做了多少年 我看我从2000年开始 估计21年 就在刚开始转行的时候 妻子并不同意 然而王老板有一颗热爱美食的灵魂 他们你出来做这个 你从来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他万一做不好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 王老板靠着对美食的执着 坚持下来了 食客们的络绎不绝 是对王老板最大的肯定 对美食的热爱 就是属于他的生活的味道 要说在卢州最能体现 码头文化的美食 那一定要数当地的锅锅业 我今天带你吃的这个锅锅 是我们卢州比较市井的一种吃法 就是一个小火炉 上面一口小锅 炖着各种食材 无论天气再热 我觉得卢州人都是特别喜爱这道美食 其实现在已经是九点多了 九点多 对对对 现在是三十六度 要是坐在这个锅旁边 应该差不多要四十度左右吧 可能有 但是依然阻挡不了 好多人在这吃这个锅锅业 对 锅锅业与火锅有点类似 但区别在于火锅是边涮边吃 而锅锅业是把食材先炖好 现吃现加热 这是因为当年的码头工人 是为了抢时间赶紧吃完再去干活 而且这种小火漫威的话 可以让食材它更加入味 也更加会让它们煮得更啪 更软更烂更香 对 这里的锅锅宴可以双天 一份才六十元 还配有一份蔬菜 大家一定不知道我们旁边 这个长江 然后就在长江边上吃这样 具有码头文化特色的美食 看这个锅都是非常有那种年代感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听不到 这种码头船供那个耗子的声音 但是你坐在这儿依旧能够感受到 当年的那种感觉 对 一定能够感受到那种码头文化 对 可能不会说吃得非常的高雅 但一定让你觉得非常的接地气 非常有市井气息 生活气息 夜晚迎面扑来的一股股热浪里 夹杂着长江湿漉漉的水汽 风中仿佛还夹着船工喊号的盛宴 这个季节正是卢州和江荔枝上市的季节 荔枝入菜 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在夜市上尝到 怎么样 这个肉 因为鸡肉有好多种做法 但是这种果味鸡肉 就是荔枝味的鸡肉 其实第一次吃 然后这个味道就很特别 就是那种属于心而不俗 对 荔枝入菜口感轻而不淡 像玫瑰荔枝虾 白玉荔枝鱼 牢骚荔枝汤圆 荔枝蒸糯米 都是当地受欢迎的特色创新荔枝菜品 吃完荔枝宴 第二天 小燕子特意带记者采摘荔枝 历史上不少市人在品尝完荔枝的美味后 都忍不住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片 那苏氏在惠州任职的时候 曾感叹日诞荔枝三百科 不辞长作岭南人 而杜甫在卢州游历时 品尝完荔枝也曾感慨 金中旧剑无颜色 红颗酸甜止自制 我们现在来到了卢州河江县的 一个荔枝园 来尝尝大事人杜甫笔下的荔枝 小萌萌刚刚刚说得非常好 很多虚人在我们河江品尝完荔枝后 都留下了千古名片 而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这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中 杨贵妃吃的就是咱们河江的荔枝 卢州河江县 是中国荔枝的晚熟之乡 7月份很多地方的荔枝 已经接近尾声了 而这里的荔枝才刚刚开始上市 来尝一下这县采摘的荔枝吧 这个皮好薄啊 对 我们这边的荔枝的特点 就是皮特别的薄 果肉非常细腻 看 晶莹剔透的 怎么样 四个字 脆嫩酸甜 对 它跟我吃过的许多其他荔枝 有一点不同 就是它酸味特别足 我们这边的荔枝的话 它都是一个特点 带有果酸味 这个品种是大红袍 甜中带酸 俗话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因为咱们卢州是江城 所以说特别会烹制鱼鲜类 所以说我今天要带你吃 这个河江的豆花烤鱼 是不是就是这家店 对 很热闹吧 对 这豆花烤鱼啊 在我们卢州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 是要在这边点菜啊 对 因为这里没有菜单 每当夜幕降临 在河江县吃夜宵 捉捉必点的 就是这道豆花烤鱼 我看你满头大汗了 大汗淋淋的感觉啊 然后回去洗个澡 然后弹来床 它就很酸 那种感觉 我带我几个小孩过来吃 享受这个夏天这种感觉 就是爆汗的这种感觉 折尔根豆花烤鱼 是这里最受欢迎的 当地人爱吃辣容易上火 而折尔根清热去火 与麻辣烤鱼绝配 它是先烤 然后再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煮在一起 用鱼皮烤浆了以后 再煮就有那种焦香味 鱼肉在浓汁里浸泡 非常入味 轻缩一口 肉与汤汁同时入喉 别提多美味了 而要说 这道豆花烤鱼的灵魂 非豆花莫属 一碗豆花是当地早餐名小吃 而在夜市里与烤鱼搭档 成就了豆花另一种独特的气质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外边是那个糯米 然后所以说吃起来是那种子孙糯糯 粘牙有点Q弹的口感 深夜 刘三杰还在面馆忙碌地招待客人 烤肉店的王老板 依旧在烤架旁 与他的烤肉在对话 夜晚的繁华再继续 在卢州天远时代天街 在美食文旅街 万达省泉 鱼子溪湖畔 都能感受卢州夜晚的魅力 猛猛 这几天在卢州感觉怎么样呀 我感觉自己好像吃胖了 卢州美食特别多对吧 对 卢州的美食 麻辣浓厚 咸甜适中 而且在这座酒城啊 处处都能够感受到 酿酒千年浓厚和美好 是的 咱们卢州呀 不仅酿造美酒 也酿造幸福 这里呀 山美 水美 城美 晚上呀 这长江边上的景色 也是特别的美 这日江风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惬意呢 欢迎大家到卢州打卡 自美卢州 在等你 大肠包大葱 后蛋烧满鱼三明治 石家庄夜市有哪些网红小吃 烤羊眼 烤牛窝骨 烤羊脑 盐炉烧烤 怎么吃出口口爆汁 穿旗袍 吃祭菜 体验式美食带来什么惊喜 面膜饼 小龙虾 涮全羊 经典美食 如何吃出新花样 敬请收看本期 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